各位观众,大家好,欢迎大家再次光临RN ULM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西瓜跑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了一些西瓜跑的演艺经历 今集开始和大家分享西瓜跑一直以来演过什么电影 因为他都演得相当多电影 总共他参与过750部电影的演出 在这里逐一和大家分享 1946年开始拍电影《西瓜跑》 第一部电影是《同病不相连》 接着就是1947年冤枉相思 1948年刁瞒公主 1949年敲打洪梁和李玄霸 一九五零年就有万劫晴冤、花佳慈母、宋江露撒盐婆色和梵斗 接着就是1951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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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51年就有新梁山伯足英台 《大班舟》 《大班舟》 《一本万里》 《恩重情深》 《仁海八大仙》 《紫醉金迷》 《失魂雨》 《歌唱沙三少》 《伝禅雨时》 《花共 bets》 《下座年吧》 《第十八 superintendent��》 《南京投赌》 《经验公》 《二十八百乳 juice 》 然后1953年,首先有《再暖父心人》, 然后《火网凡公》十四年, 然后《鬼妻》,然后《龙凤情场》, 《谭祷佳人》,和《佛前灯照狀元雄》, 然后1954年,首先是《黄金万两》, 然后《人结人缘》,《患难夫妻》,《私奔》, 《晴云洞劳心》,然后是《打破玉龙非彩讽》, 然后是《情财沙三少》,《狼心如铁》,《力尽瘡桑一虎人》, 然后是《万里行尸》,然后到1955年, 1955年第一部电影是《一片冰心》, 然后是《孤儿行》,然后是《白蛇传》, 然后是《雪姑七友》, 然后是《艳阳长照卯丹红》, 然后是《乡村姑娘》,然后是《梁欢与林世永》, 然后是《一枝红艳露营香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花地抢炮》, 1955年最后一部电影是《侯昌》, 然后到1956年, 1956年西瓜炮第一部电影是《永春三良与红戚冠》, 西瓜炮飾演《红福》的角色, 然后是《小白菜》,《晴困羊乃母》, 然后是《刘金定力斩四门》, 然后是《假凤凰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七师会金龙》, 然后也是《黄飞鸿》, 《黄飞鸿伏二虎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大战伤门底》, 所有黄飞鸿的电影, 西瓜炮的角色都是《牙策骚》, 然后仍然是1956年, 《天之娇女》, 然后是《五套黄飞鸿》, 首先是《黄飞鸿七师会金龙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鸡斗吾功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省师会麒麟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雷台比武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大闹佛山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火烧大沙头》, 然后是《天作之盒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大战伤门底》, 《黄飞鸿大闹花灯》, 和《黄飞鸿独臂斗五龙》, 仍然是1956年,《大地回春》, 然后是《方世玉二舊红器官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三气女标师》, 《黄飞鸿七斗火麒麟》, 然后是《真假白金龙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路吞十二师》, 然后是《五六年》, 《黄飞鸿神边福二虎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水底三琴骚鼠脸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沙脸伏神犬》, 然后是《一九五六年》, 《五六年》相当多的作品, 《黄飞鸿横扫小北江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红船千霸》, 然后是《苦将夺王妃》, 然后是《七重天》, 然后是《雅鬼还云》, 然后是《那个不多情》, 然后是《奇人奇语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》, 然后是《黄飞鸿天后妙俊香》, 然后是《母宠血浅狮子流》, 《黄飞鸿天后妙俊香》, 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西瓜跑的演艺人生,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一下,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, 也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Lang频道,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西瓜跑的演艺人生, 好,拜拜!